樓元您好 副長長 我們先從法律條文開始 是11條 定義法是11條修正 主要是希望能夠凸顯男女平等 所以要消除對婦女一切 行事跟歧視的公約 這條本身沒有特別意見 但是我們要特別強調一下 這一條會不會讓緩招 變得更難 難度更高 不會嗎 你看第五款 是11條第五款 無兄弟姐妹 而其父或母以年育60歲者或死亡者 是可以緩招的 如果照原來條文只有無兄弟 可是現在是無兄弟姐妹 這樣怎麼會不高呢 門檻更高啊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同父兄弟修正為兄弟姐妹 或者其父以年育60歲或死亡 改為其父或其母 那是放寬 我想那是放寬的目的 是要符合性別平等的 所以這一條原則 並不是要讓緩招的條件 變寬或變緊 只是為了反映那個所謂 不要歧視女性嘛 一方面是 政策的本質是這樣 再一方面就是說 緩招的這些條件犯寬 其實是在有社會上實際的需求 比方說像 沒有 我沒有反對 我只是說 他沒有放寬 他實際上更嚴格了 要無父兄弟姐妹 對不對 同樣道理 你的第四款的第二項 兄弟姐妹 均在營服役才能辦緩招嘛 所以更嚴了嘛 所以說你的目的 要凸顯的只是性別平等 但是事實上這個做法本身 最後會讓緩招的條件更嚴格 部分啦 對不對 這個如果委員這樣說的話 其實應該那個範圍是比較小的 我們如果從總體來看的話 其實它是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影響不大啦 我只是要提醒說 這個條文本身事實上會 讓原來可以辦理緩招的條件 事實上更嚴格了 讓有些本來可以 只要兄弟就可以了 現在父母兄弟姐妹 均在營服役才能夠辦理緩招嘛 我覺得我們在決定 是不是可以緩招的過程裡面 還是要看條件來 對實際上有沒有負擔家庭的生計啊 OK好 就執行上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提到這個時候 男女的這個平等 消除一些對女性的一種歧視 你們有沒有看到今年度的 104年度的 國軍志願士兵的征選的員額 男女比例大概多少 目標 那個哪個單位 跟委員報告 您是說今年的這個 104年度的 志願士兵的征選的員額 大概男女的比例大概10比1 對嘛 女性比較低嘛 是 沒那麼多啦 87%男士 12%是女性啦 大概7倍左右 是 事實上當你招生檢查裡面 把所有男生的比例 男性的比例 女性比例也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就有歧視的 這個內涵在裡面了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國安部針對 所謂 這個性別平權的部分 對於女性優秀人力加入國軍 這個是不管官士兵 沒有錯 是積極鼓勵的 沒有錯 但是我想針對國防時需來說 還有各種武器裝備的操作 跟它的特性來說 我們訂定那個 比方說我們在目兵制實施計畫裡面 曾經講在107年 我們希望把志願役士兵 女性官士兵的比例 定到12% 可能我現在只是講就是說 當我們這麼清楚列出男女性的比例的時候 事實上某角度 是針對女性有歧視的 當然我們知道作戰任務等等 有它特殊的需要 但是不可否認有些兵種 應該是盡可能開放男女的比例啊 我隨便舉個例子 陸軍的樂隊 今年要征募35名 多少男性 陸軍的軍樂隊 那我回答你好了 陸軍軍樂隊 35名全部男性 女性名額0 有什麼特殊考量嗎 海軍的沒有 海軍是6跟5 男性6女性5 空軍是9 男性3是女性 為什麼陸軍35格裡面 要求100%都是男性 這個軍樂隊有那麼特殊的 這個性別的要求嗎 我想軍樂隊一定是以他的這個 軍樂的專長為 對啊 那為什麼你們的錄取名額裡面 男性是百分之百 然後女性完全是0 有什麼特殊考量嗎 現在陸軍軍樂隊你們有沒有女性 那個參謀長 陸軍參謀長 有沒有女性 有沒有影響你們的起勿 現在陸軍軍樂隊沒有女性 為什麼沒有女性 剛剛委員這樣講 我們回去檢討了解 對啊 如果軍事專長 這個基本上應該沒有那麼強烈的 性別的這個差異啊 那軍樂隊而且大拉拉就寫在這邊 男性35名 女性0 這事實上是有歧視女性在裡面了 而且軍樂隊他的專長的話 搞不好比男生表現的表演更好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檢討一下 主機局 這女性1名 男性6名 1比6 有什麼特殊考量嗎 主機的業務有需要那麼強烈的性別的差異嗎 我也沒有 那為什麼差別那麼多 這個我們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直接開放就好了嘛 也不用特別強調男性跟女性嘛 是 所以我強調就是說 既然我們那麼樣高的道德標準 或是價值觀 就是要消除對婦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視 那我們連實際做法上 都出現這麼明顯的歧視的話 這的確要檢討 對不對 你們回去再檢討一下 下個年度的時候 有些這樣的一個 政務的這個原額 要適度的反映 男女的這種尊重 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跟您報告 就是說我們在107年 希望達到12%的 這個女性官司兵的比例 所以在這個總量的前提之下 也許每某一個年度 她的女性的額會少一點 但某個年度依據退普的需求 我們可能會調整 所以這個是一個浮動的 你已經看到的 可能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例子 或者說她剛好現在是這樣 但是總量我們都要在管制 極端啦 的確是很極端啦 百分之百都是男性不准女性 這不是很奇怪嗎 也剝奪這些 我們想有意願 願意報國重軍的這些女性 對不對 尤其是沒有那麼樣特殊 作戰需求 或者作戰的特質的這些 應該盡可能開放男女的比例 對不對 可以吧 是 好 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我們的國軍 三七歲跑到一個軍營通鋪裡面 去從事這個 猥褻的行為 猥褻的行為 事實上是令人不辭的 這是我們主動發掘移送法辦 我們自己做 空軍參謀長來給您做細部 我先請問一下 她是解職撤職 還是自己申請提前退伍 郭委員我們經過相關的人民會 她兩大過一小過 她自己申請退伍 那現在是進入到司法群法辦 所以我們並沒有所有讓她解職 或者是撤職 本來就是列入太處對象 本來就把列入太處對象 那實際的動作怎麼樣 就讓她自己申請退伍了 直接移送法辦 那在這個法辦過程當中 她自己申請退伍 但行政上我們沒有給她免職 或撤職 行政上來講的話 我們是因為在進入到司法群 我們已經做了行政 兩大過一小過 對啊 但是我們沒有給她免職 或者撤職 本來是依照這個司法程序完畢以後 依照行政並行的原則就是免職 對啊 所以你要等到整個司法 她已經退伍了 現在已經退伍了 那你沒辦法免職了 是 這個委員 我們下去以後 我們會針對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以後看如何來防範 那我請問一下 去年103年度 104年度 有多少撤職的案例 三軍裡面 那個副部長或者說 知道嗎 去年整個撤職的案例有多少 這個我們回去做 個案還是 各位數還是 都是個案 還是要查一下 揮後給我們好不好 我想要你過去幾年 我們多少 這個軍事官 是因為撤職 或是免職 而除役的 不要這樣之後 把案砍下來 有人講國防部把案砍下來 他自己就偷偷摸摸就申請退伍了 不一樣事情鬧大 今天要不是因為媒體把它爆出來 很多人還不知道我發生這個事情嗎 對不對 我們希望軍方 要特別重視軍紀這一塊 尤其軍中的性騷擾的情況 如果不能解決的話 事實上要張募更多的資源意義 會有困難的 不是提供退伍制度而已 而是要給他們一個安全的環境 副部長同意嗎 完全認同委員的這個指導 OK 我再請問一下 本席提的一個案子 就是未來軍事官的這種所謂退伏 經的發放 應該是暗躍來領 不是現行的一種作業要點違反的母法規定 提前半年領 國防部有什麼看法 報委員 我們尊重委員的提案 但是我想委員也很清楚 103年為什麼會 政策提出來之後又停止 那麼它引起很大的反對跟不滿 我想這個因素是存在的 所以我是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國防部的立場是說第一個 我們這些老前輩他們年紀都高了 都已經大了 如果說在對他的所謂 所謂半年一次的所謂 退休奉的理財規劃或運用規劃 其實我們對他是要尊重的 其實但是很多角度 全台灣所有老年年金多久發一次你知道嗎 一個月領一次啊 勞工的退休金怎麼發 一個月領一次啊 報委員我想 我雖然不能說它不一樣 但是我還是要講 因為這些老人家 他每一個月 比方說你原來是一年 一年只去兩次到郵局 或者是去看他存在 其實那是作業要點的使用 變成12次的話會增加它很多 現在很多都是可以用 其他比較技術上解決的問題 包括電汇等等的方式嘛 所以我們要改進那個作業方式 不是說先跌定半年領一次 然後事實上對政府的財政負擔 還有對整個社會的公平爭議 的確有造成影響 跟委員報告 那麼這個案子 我們還是廣播的立場就是說 第一個 政府有決策以後 我們建議 一定要拉開這個時程 做一個充分的宣導 讓他們有一個非常 一個合宜的適應期間 如果真的要改的話 你一定要讓這些人親自參與 收整他的意見 不製造成太大反彈之後 我覺得才會更行 OK 好 沒問題 好 謝謝副部長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下一位請馬文君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麻煩請副部長 謝謝主席 馬文君委員你好 副部長好 我想就今天大家所提出來的 兵役法的修正 有很多其實基本上 我們贊成 在某些不合時宜 或者應當有適度改善的部分 可以提出來 不過就我的看法裡面 本席的看法認為 我們在提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有一點過度的 我提出幾個來探討看看 就是說